零百提速1.1秒 1000公里超长续 这种车真的可以量长吗 推迟了三年后的今天 特斯拉终于宣布 新款二代Roster将在2024年交付 可能很多人对这个车的印象已经不那么深了 这是马斯克在2015年推出的新款Roster 相比一代产品 二代更强的 底盘也不在于路特斯提供 而是特斯拉自主研发的 电池容量更大 所以续航里程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二代Roster采用前一后二三点机部 目前并未公布功率残属 但特斯拉表示 综合输出扭矩最高超过一万牛米 关于性能目前存在两个问题 基础版初始参数在0-60英里提速为2.1秒 但后期修改为媒体宣传的1.9秒 这是第一个参数问题 马斯克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也表述过这是在原型车上实现的 实际量产模型可能会有差异 在有选装SPEX性能包以后 零百提速将可以缩短至1.1秒 就别说量产车了 现如今绝大多数专业的直线加速赛者 都达不到这个数据 而且1.1秒的提速 对轮胎制动还有道路的要求非常高 除了热容胎胶地以外的任何环境 我都不认为它能做到1.1秒的提速 而且顺时提速带来的超高技智 一般人根本承受不住 所以身体状况不佳的 尤其是患有心脑血管累积病的 正重提醒 千万不要尝试 否则你的老婆孩子存款都有可能成为他人的脑中之物 另外这个SPEX选装包不仅提速很高 据说还能改善驾驶体验 包括制动转向 它是通过环绕在车身周围的10个冷气推进器实现的 当然价格估计会很高 二代Roster基础版起售价为20万美金 初创版大约25万美金 加上选装包的话 突破30万美金应该很轻松 也就是210万人民币 进口到国内以后 价格估计还会再提高 所以想得到二代Roster 不仅要命应 你的钱包还要足够厚 视频前的你符合几个条件呢 我是急速车士 双击观众告诉我 你想看 咱们周